希望就是说外部读取档案 如果假设这个档案里面已经有记录什么 记录你的学生成绩了 你这个时候就不用重新自己再慢慢傻傻的输入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第一件事 就是把档案读进来 第二个话就把档案读进来的东西变成串列 但特别是你读进来的东西 理论上会是一个字串 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续的字串 可是问题连续字串怎么样可以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多个坑放在串列里面 当然如果以Sale里面的话 以Sale里面应该各位以前游泳会以Sale应该知道吧 你就把它贴过来 它不会是假设刚刚那个 它会是一个格子里面放很多的资料 那问题真的没办法计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应该会有哪一个 资料的资料剖析吧 应该都知道这个功能吧 剖析的话你跟他讲说我是逗点 然后帮我剖到哪里 所以下一步 帮我剖到B好了 隔壁这里好了 B按完整 它就帮我剖开来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其实在Python里面也有同样功能 它的名称叫Sprite 所以其实这个资料剖析的英文翻译 就是Sprite 只是说因为翻译成中文 你看到是资料剖析 但是英文名称我记得英文版 那边叫Sprite 那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剖开之后 它会把它放在一个范围 从B1到K1 可是这个如果放在Python 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用一个串列接它比较OK的 可是呢 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什么 Excel里面剖开之后 你们发现 这些资料 它在储存格里面是靠右还靠左 靠右的话理论上就数字 可是如果你剖开之后 靠左那就是文字 可是如果你用Python剖开 它是文字 所以变成说你一定要把 因为文字不能计算 因为你要加总 你要平均就会失败 因为文字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你还要多做一件事最麻烦 就是你要把文字再转成数字 OK好 所以大概有概念之后 我们来实作 所以第一个 如果在Python里面 假设我已经在C点下有个ENG的.ts 记得副档名要给它 OK 所以如果你要读进来的话怎么读 当然我们可以把刚刚的程式 先注解起来 因为我要再 等于我要另外起一个另外的写法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不要直接删掉 我们直接把它选起来 Ctrl-E 还记得吧 注解 然后我们在这个程式上方 我们重新写 那接下来的话 你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要读取 外部的文字档案的话 OK 很简单 我习惯的写法 就是会产生一个F物件 等于后面的话 就是Python里面已经内建一个方法 一个函数叫open open goom is C 就开档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开启旧档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给入境 入境的话就C冒号斜线 C点底下我们就放一个什么 ENG.tx 就是这个入境 应该OK吧 然后后面加第二个参数 只要两个 其实理论上它有一堆参数 不过我们基本上两个就OK 第二个参数是 你要做什么动作 open的话呢 它基本上有几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的话 就是会问你说 你是要读还是要写 那如果你要读的话 你就用R 如果你顺便举例反三 如果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存档的话 那就是要写 以后你记得把这个R改成什么 改成W 对就是存档 所以等一下可以顺便练习存档 所以以后你会开档 你会存档 那拍上就很好用了嘛 对不对 OK 只是目前是仅限于文字档 你说老师 那Excel怎么办 Excel等一下再讲 因为Excel比较麻烦 因为它内线功能并没有提供Excel的存取 所以如果你要存取 那你要自己去安装外挂 OK 那个外挂你要自己把它挂进来 它没有预设就有了 待会再看 要有外挂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把这个档案读到F物件里面 那F物件里面 F.read 就是全部读取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个print 这样的话 那够简单吗 应该可以理解吧 F.档案物件里面 它有个功能 一个方法就是读 全部 read是read all 全部读 好 那把它执行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怎么样 你的资料 就全部读进来了 但你说老师 那可是问题 它是一个文字一串 那我要分开 跟刚刚我不是贴到 也是有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切开的话 很简单 在这一个后面 其实它 Python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方法 后面还有一个串方法 所以后面再串一个sprint 有没有你打一个 点s它就出现第一个 有没有sprint 这个sprint就等同于刚刚的资料 剖析 那它刮物里面会问你说 那你扑 可是问题你要给我按照什么符号 所以你就在里面加什么 豆点就好了 有没有 它就会帮你切了 那切完就放哪里 它就放串列里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就会变这样子 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串列了 但问题来了 有没有发现这个串列前后都有单以后 那表示它文字 文字是可以计算的不行 所以如果假设你说 老师那我要把它上一下 不行 它数字怎么可以上 数字 所以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把 这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通通转换成数字 然后再放回去 所以如果 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要做这件事情 通常会 因为我是直接print 所以如果假设 我要把它先存在一个串列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加个list 等于什么 把这一串东西 先帮我丢进去 有没有 那丢进去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把它一个一个转换 那你说老师 我知道它 如果要转的话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转成int 因为它里面都是整数 你说老师 那我加int 也不会 好像直觉是可能可以 最后把这个list 一一print了出来 但是你一执行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typeL 为什么typeL 因为一个罗 它这边里面 int只能一次处理一个 但是你一次丢给它几个 里面不知道几个 这么多个 2 4 6 8 10个 所以int 没有办法处理 处理这么多 你说老师 那怎么怎么处理 其实这样子 你必须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 所以呢 如果你要处理 应该是这样处理的 但是我先讲一下 这个前面先不 如果你要处理的话 你变成说 你要先处理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找出第一个 那就是在list1后面加个中号0 让它就表示是第一个啦 特别是它编号从0开始 那你要处理的话 就变成说你要把它加一个int 然后呢先处理完之后 然后呢先处理完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 ok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第一个转型存回去 这样应该是可以哦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哎 有没有发现哦 因为我处理一个之后 有没有发现 哎 你说老师那第一个 第一个 那个什么 95分这个啊 前后没有单引号哦 对不对 你说老师那第二个怎么办 好 第二个你说老师那 不知道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这样 改成1嘛 那不对啊 你说这样好 改两个好了 后面不改了 应该没有 应该 有没有 这两个都改了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 这边后面 应该不会说100个 你不会写100行 ok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哦 以后 只要是串列 都会配合for回圈 因为这个范围是固定的嘛 那我们可以用l一样就可以知道 它里面有几个 所以哦 如果假如我要把它全部转 转型的话 通常我会怎么写 先写一个for 有没有 for回圈 i in range 这个我们前面写过了 Range 因为它从0开始 特别是哦 串列很麻烦 它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所以你从0 然后豆点 那到哪一个底下来 你说老师王我算一下 好像10个耶 所以我们要多少 10个就11 不不不 10个的话 还是10 你说为什么是10个还是10 对从0开始 可是很多人会转不过来哦 因为很多时候从0开始 真的很多人会 不是 不是10个应该到11吗 因为从0开始 所以如果假设10个 它的编号一定到9而已啊 0123 从0开始嘛 OK 所以你停下来的话 应该就是刚好是第10个嘛 所以到9嘛 OK 这个的话一般习惯的写法 你可以用l1 然后直接就是把这个串列到底有几个 有没有 比如说呢 它里面有10个 那刚好就是10 那就到9嘛对吧 刚好就是犯了 所以以后啊 你们可以大概记一下 反正固定写法0 斗点 然后l1 它总共几个 这样的写法就蛮常会遇到的 好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冒号 那就每一个每一个转换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转换 就是把这个 复制到这里 然后这边改个i就可以了 i的话呢 就是第i一个帮我做转换 好 这样写完了 OK 该可以知道这意思吧 那它就把它转成整数之后传回去 所以总共有10个就跑10次了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 创列因为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你不可能说像我刚刚讲的 你一行一行 如果100个你写一行 不可能吧 你只要写两行 一个是4回圈 一个是转型 OK 好 做完之后把它print了 所以这两行就可以砍掉了 好 OK了 试一下 所以应该是大公公 执行一下 看一下 对 你说老师 OK OK了 OK好 没有问题 所以底下这个刚刚不是把它注解掉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哪些可以不需要 这个 我们应该列的e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不用 逐步输入也不用 逐步输入也不用 所以其实理论上 我们应该是到else这边吧 else的底下这些 把else底下这边 然后到那个break这个地方 把他打开 因为我们不需要break 所以再把这些 因为他有缩排 所以你可以按shift加tip 把它移到前面 这样应该就OK了 这样应该就OK了 因为其实print 这个有多一个 这个print也不用了 这把它注解掉了 所以底下刚刚不是有写的一个total 等于多少 那我就把它计算 因为他已经转成数字了 所以直接total 直接average 就可以 所以底下不用改 就是这几行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对没错 总共10个学生 总分平均 就全部快速算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 这个我干脆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等一下也会把它贴到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最难的应该就是这个 回圈转换的部分 OK 试一下 这边我刚刚把它复制一下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那可以请大家参考这个云端白板的 第2页的下方 我们看到这个 不过 这边看 我们已经看 对